懶你粉絲網上牽罵戰 蓋明輝說 隨便吧 一眾水化胭脂的演員 好似陳浩、蓋明輝、李思琦等等 今日現身香港農人協進會 為庭像長者剪頭髮 說到早前有不少Moses和蓋明輝的粉絲 因為劇集收視 兼夾重口味的子弟戀而牽起罵戰 蓋明輝就說 寫什麼理人家怎麼說 隨便吧 你怎麼說 大家討論推 大家怎麼說 我無所謂的對不對 其實我完全不介意讚與彈 無所謂 我自己享受我自己的演藝工作 你怎麼彈 最重要有得說 千萬不要 事日無蹈 這個最重要 我們其實都是 我們自己享受自己的演出 大會是你日 還特地安排了生日蛋糕和Moses慶祝 即將迎接44歲生日的陳浩就說 希望到時可以抽到時間陪下兒子 至於太太Amy都剛剛過完生日 不知道他們又是怎樣慶祝的呢 幾開心都可以說 二人世界還是大陸世界 二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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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的這個 你很幸福 現在很難有二人世界 因為有小朋友始終會難一點 但是這些這麼重要的日子 是需要 我經常覺得 夫婦一定要抽一段時間 給他們自己兩個人去建立兩個之間的bonding 這個很重要 那送了什麼給Amy 送了一些很珍貴的經驗 和一個很難得的回憶 珍貴的經驗 這些很抽象 很好啊 這個答案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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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